直播新闻 Ko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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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頻頻有投马进章的杨明倫 趁在停赛前再统一圈 爆出37倍难满 今晚赛事暴冷暴热 除了四场短途 都由大二滿食出之外 其以長癡均由冷滿盛出 今晚就上演了2023年的壓軸一戰 近期賽事都跑得挺頻密 聖誕節前都頻頻爆冷 Bossing Day那天都爆到七彩 今晚的賽果似乎都不惹事 爆冷幾乎有陽明倫粉 都是神騎師 爆冷不出奇 但他贏的馬基本上都沒甚麼賽職 可以跟著 之前當然是跑得很頑皮 但一到他的手好像脫胎換骨 這個騎師也有他一套 很特別 今晚他贏的馬進去 大外一氣 早段好像很跟不上 很吃虧 怎料一路不放棄一路騎 結果直路真的嚇到你 因為賽前還在數 這個血統 這個負系 還特地出馬少一點 就找多些東西看看 這個負系真是 屁都少 有隻西夏之王 十五分出局 這隻都差不多 跟著禮手 一掌刮過來 這樣就贏了 你就是數漏了陽明倫 有時都見到那些馬很害怕 看上去都沒甚麼可以選擇 那些馬 但他一騎 有時真的 你都解釋不到 對 好像很仇騎 鬥志 鬥志很鮮明 這樣也當然是 如果不是在尾 怎會追得到上來 這樣也很重要 看看今天的各場頭馬 的資料線 今天就 四場熱門 剛才開場都見到 四場熱門都是 一些短道菜得回來 其實今天 擺前些走的馬 都不太吃虧 但見到 連馬斯方面 黎超聲 和方家柏都喜馬 不過黎超聲 靠第四 做了今天的連馬斯王 至於騎士方面 報民復出 之後都有馬贏 今天安靜一點 潘頓沒有頭馬 不過其實他的成績 也不是很低 也有幾個位置 也有三個上名 不過今天的主題是 戴納巴 戴納巴 通常潘頓騎不到 對 因為今天每一場 就算你頭上只有九隻 都是九號馬贏 所以戴納巴 今天的演出很好 看看今天的形勢 你看到走內蘭的馬 其實走內蘭的馬 都不多 你看到很多馬 都是入直路 出中碟 其實外碟上來贏馬 都有三隻 今天似乎走中外碟的馬 又比較好些 你看到 一圈走內蘭 四圈走中碟 三圈走外碟 上名也是走中碟的 比較多 現在這也是發活谷常態 可能內蘭沒有人要 整個人從直路都飛出去 就算今天有些是放頭馬贏 其實他入到直路 都是走中間的 很多馬 超勁寶寶 或九九圍宮 其實都是跟前的 其實入到直路 都在中間上 好,事不宜遲 因為有些長途賽 先看看頭場 頭場就是長途 五班二千二百米 最長路這場賽事 起步的時候 看見都算是挺齊 走出來的 就是黃金風速 在來蘭位置 見到有郭大俠 跟著開邊 都很聚守 就是紅粉風彩 扣著都上去第二位 在郭大俠外面那一匹 就是鑽石複杖 然後最後一碟 落足鳥 很可憐 又走了三碟 在他內側就有赤子紅心 然後內蘭位置就是威力聲 比較厚的那一對 在內蘭 粉紅色帽 那一匹就是綠燈 在開邊的 戴著藍色頭罩 就是薄愛之光 次序都沒有什麼改變 前面放頭的 還是黃金風速 在第二位 就是紅粉風彩 然後就是郭大俠 然後就是鑽石複杖 落足鳥 仍然在這個鑽彎位的時候 都還在走三碟 但是今場有沒有這麼幸運 步速慢一點 然後可以慢慢走上去 看看一會兒的變化 在內側仍然都是赤子紅心 然後再內蘭那一匹就是這隻威力聲 後面那一對都是沒有變化 還有這個薄愛之光在二碟 綠燈就是在內蘭那裡 差不多就轉正到對面直路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變化 看到落足鳥都有給一點點 輕輕就開始跟前一點 但是前面放頭的馬 仍然還是黃金風速 落足鳥騎下去 可不可以超越前面兩匹馬 又不行 因為這個時候 紅粉風彩也鬆一點點 頂住它 結果在這個位置仍然都是走外疊 薄愛之光跟著落足鳥 走上去現在第四位 比較省位 有郭大俠 還在內蘭的外側的轉席複杖 然後就是威力聲 和赤子紅心 在這個時候你見到 綠燈好像很慘 賣掉它在尾 距離馬群也有兩個馬位 但是一路要比住 轉到去 差不多入直路的時候 黃金風速這裡沒有多少 佔先了就是這個紅粉風彩 走了上去 蝕位多一點 落足鳥有沒有呢 假下去 它的勢又沒有轉弱 在內蘭國大俠那些 貼在內蘭有沒有位上呢 赤子紅心在馬群中間 沒有什麼位 去到最後百多米的時候 紅粉風彩這裡佔先一點 不過外蘭那裡 看到戴著眼罩 綠燈之前好像騎下去不多 但直路這裡一騎下去 竟然過了內側的馬匹 打開勝利之門 真是神奇 收江贏馬 那幾個小時 早點還是縮了下去 因為今天排的檔都是開變 你見楊明倫 其實綠燈過往 都沒有展現過這麼好的喘勁 也沒有證明過這個路程的韌力 縮了在後面 以為 其實入直路前 他已經在大力騎在尾 都不覺得有什麼盛望 蘇惠儀兩隻 一隻擺在最前 一隻擺在最後 你放也好 你追也好 都是他有份的 其實兩隻都是低班 還沒進過Q的馬匹 一隻在最前一隻 最後就隨便搏到一樣 希望真的被他搏到 因為終於走起來 其實都斷斷快 以為大家設定好之後 那些落足鳥 那些薄愛之光的位置走上來 其實就拉快了這個步速 落足鳥都誇張 揹著一百三十多磅 全程虧的 他又有個Q的 我也想著他上一場 可能就很幸運 雖然虧了 但因為遇到慢步速 賺了世紀慢步速 然後可以走上去 就賺了慢步速 他早了發力上一場 對 但今場他又虧 步速又不是特別慢 但他又撐到 對 你看看跟他的 博愛之光回來 都站在那裡 不過博愛之光 臨場就是飛手 不是很對面 非常軟弱 博愛之光 其實就是受惠於 就是落足鳥走上去 他就跟著他上去 是吧 但你看落足鳥也有大力騎 其實是無法接近 潘頓都懶著你 當然是不讓你接近 看完都解釋不到 這場都是 這個時候就是 看了綠燈 好像很慘 大力騎也無法接近前面 原來前面那些 迫多了 其實回來末段時間 這場不是做得很快 變成他走廿四秒頭 這樣都可以在後面 就過了 其實轉彎這段 踩得快 23秒64 即是那段用了 對 大家都用了 直路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 其實大家都是爛的 入到直路 不過也是 我也有留意 那隻博愛之光 臨尾不是收薑不騎 但其實這樣 即是最後那幾步 收了薑 他就沒有怎樣 躲退到 整個馬其實 距離都是保持著 轉彎騎 那裡沒有什麼 就知道拜祥祖情 看看第三名張照片 潘頓那隻 紅粉風彩的導線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是14秒64 第二段24秒3 第三段25秒45 第四段24秒65 第五段23秒64 沒段25秒19 總時間是2分17秒87 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 這個路程根據 比較根據那隻直指洪森 其實今季又沒有什麼 認真好的形式 有薄愛之光 那些票票又重磅 好,接著又是一場亂局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路程 行不行 有些話 你早用了這個路程 有些猜猜猜 早用了回來 其實大家都是鬥爛鬥爬 其實那些鑽石複杖 入直路前已經大力迫 以為他都不是很多 但回來 你見他其實都還是 在那堆 四五名那堆 過終點 大家都很接近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馬 其實都未證明到 他是不是有 比較好的氣量 然後這一場的捕捉 有時快 有時慢 中斷 可能不是最後最快的 是最後之前已經積快了 去到末段的時候 其實末段時間比較慢 25秒19 形成結果整個矛盾 差不多 再次沒有人相信 綠燈有這種氣量 其實真的沒有 想著綠燈也是 這麼鬼均速 也是很難搞的 但是馬豬王 一隻著燈 一隻都不贏 剛剛贏了 這次輪到綠燈贏 真是 打馬兩個賽日 不只是楊明倫 這個馬豬打馬兩個賽日 也有馬贏 所以有時想不到的時候 不如想想這些手風 想想想楊明倫 下次不能想想 就開始停賽了 開始停幾次 頭場也沒什麼特別 不如跟著我們看第二場 第二場還是五班賽事 不過跑一場短途前 短途會不會溫暖一點 起步也看到挺齊齊的 比較快見到 分紅色衫的月球 這裡跑了出來 接著在內側 見到九秒九也比較快 然後見到這個超醒神 開邊推上來 綠色衫有紀利大師 然後見到戴著眼罩上來 第三位就是這個歡樂好友 開邊大概現在在第六位 走時位一點 就是星際精英 最後一碟的馬 內蘭戴著紅眼袖的晉神 在外面 橙色衫就是一隻怪獸蠔 中間夾著一隻淺途光明 尾身位置是前鋒 接著內蘭那匹灰馬 就上普精選 在尾那匹就是飛躍海船 差不多開始轉彎的時候 都是月球比較快 在這裡帶著半個新位島 紀利大師就守住在第二位 超醒神就守住這個波斯第三位 開邊就有這個歡樂好友 然後就有這個星際精英 九秒九你看看他選擇走內蘭 內蘭好像沒那麼好 不過不怕 因為帶頭入直路的月球 就越走越出 所以就空了一些位置 讓一隻九秒九由內蘭走出 這個中檔位置 其實到最後階段 九秒九這裡是佔先 說在外面看見前鋒湧上來 內蘭還有一匹晉神 去到終點的時候 也不怕 還是能夠保持這個衝勢 九秒九都可以按住 江城過終點 報紋復出之後就贏了馬 來第三輩這隻馬 星期日在草地那一貨 都說很漂亮 不過他當然要隔一下 其實五班都很少連接 當然要隔一下 國大俠的兩輩又隔一下 這隻九秒九的三輩又隔一下 但是晉神又怎樣呢 都沒有怎樣跑錯 比預期後了一點點 現在內蘭還沒死 以為他可以手前一點 以為他在超醒神之前 他現在在超醒神後 他有一點塞一塞 這裡不是很順 因為前鋒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今場走外碟 都可以跑得贏 晉神 這個位置 晉神那裡又抽一抽 走起來就沒那麼順 先看看直路 這場碰撞比較多 全方便飛了出去 這套月球慢慢帶出來 其實他是打左手邊 右手就抽姜成 不過馬也是這樣走出去 跟著到怪獸好合 又撇了出去 跟著又踢了 有些馬就… 寬樂好幼那些馬 按住 寬樂好幼 超醒神那些都是被人阻擋 阻擋了 沒有怎樣再劇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57 第二段22秒82 末段24秒09 準時間1分10秒48 剛才直路也看到很多碰撞 似乎今天這場不止一個要停賽 那麽就去到第二場了 這裏就有兩個騎士要罰停賽 首先就是梁家俊 就是月球 因為他在200米那時候 他就沒有盡力防止 馬移出來 導致超醒神在那裏都要立備 這裏梁家俊成為了不小心拆 考慮他的良好紀錄 罰了一天停賽 那他的停賽日期 就會是1月7日 那他… 跟著呢 就到董明朗 其實怪獸熬合 亦都是200米 罰不小心拆 因為他200米那裏移出來 就令到寬樂好幼 和聲祭精英兩隻都要立備 那這裏 董明朗也承認了不小心拆 考慮到他的良好紀錄 他亦都是罰一天停賽 那他的停賽日期就會1月4日 其實大家看著直鏡 看到一個分野 董明朗就很明顯是不小心 馬外閃打在右手邊 他都不太知道馬外閃 那這個梁家俊 其實他就不是不小心 他是控制不到日馬 你看到他打左手邊 右手抽薑成 但是他不斷射出去 你說他停了邊 手足推棋 但是到了終點 他就很難收了邊 即是他那種不是不小心 他就操控不了 所以兩個情況有點不同 他有盡力去嘗試去操控那隻月球 不要走出去 但是最終那隻月球 都是走出去 這裏看見有少許不同 影響的嚴重程度有少許不同 因為超醒神那裡 很明顯檢查得很厲害 怪獸豪俠 怪獸豪俠 頂出去就會撞到那些 歡樂好友 那些星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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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開始有前鋒 可能有少許多 但其實主要都是怪獸豪俠 是入面那種推出來 推出去的 不過怪獸豪俠 這些就是 搶都搶不到頭 有時候是棘手些 早點以為他可以快 薑口不好 那些馬要薑口 要跑得順 才跑得好 其實他現在可能一里 很跑一點 一里容易放 千二有時候 看看兩場五班賽事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其他場次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